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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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屌 那我們繼續玩一下我們貓咪大怪盜 那昨天就被我們那個蘋果樹陣型欺負的還蠻慘的啦 所以最近的話則平應該會針對一些就是 比較弱的陷阱的話也是會提高警覺 要不然其實這樣過去被我們蘋果弄一弄 基本上也是蠻慘的啦 所以這邊的話大家也要小心一點點喔 那最近的話應該有開始被偷了 所以這邊的話會有我們這個就是可以按的一些 就是方塊的一些小足跡啊或是一些東西 這些的話都可以讓你加錢的 所以都是一些不錯的東西喔 所以這邊大家就是要小心一下 就是讓自己不要被偷了 因為最近應該是開始會被偷了 我們剛剛已經被偷了一個寶箱囉 好 那我們這邊就先把我們的寶箱給打開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那我是覺得昨天的那個蘋果鎮陣型的話 應該可以來操操看啦 因為其實那樣的話應該是還蠻好去做一波防守的 但是後來想一想 如果我們直接朝著其他蘋果樹這樣衝過去的話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嗚呦 哇靠 哇 直接出運了欸 我們上一次中了我們那個海盜帽子 這一次木箱直接開到超級稀有的衣服 是怎樣 欸 海盜整套全部沒有問題欸 因為我們之前本帳的時候是只有抽到我們勇者整套啦 所以就是比較沒有去接觸到我們海盜整套 就這一次 哇塞 居然是直接開了我們海盜整套欸 太開心了吧 真的是太開心了 欸真的是蠻好運的欸 直接開到了 那 目前來說我們還差一個勇者套裝啊 如果勇者套裝開到的話 我們就等於是 那個 等級5跟等級4 欸 等級多少啊 好像是5開始才有我們這個套裝是不是 對 LV5這個聯盟5跟我們聯盟4的套裝都拿到了 那聯盟4開始有超級的那個就是衣服可以拿啦 所以大家可以來賭一下運氣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我們這一次抽到的那個 呵呵 海盜衣服喔 太開心了 海盜衣服我記得好像是加幹勁會加的比較多的感覺 92跟97 其實跟我們樹葉比的話 樹葉是比較快一點 所以海盜是主要是加幹勁的 所以這個的話我們就留給那個 比較不常出場的一些角色喔 給這個米開朗好了 米開朗這邊的話可以吃 而且我們這個大海賊衣服的話 基本上是吃我們漢堡跟薯條跟飲料的 所以基本上全部都可以放喔 那就幫他加一下我們的血量 欸 加了很多欸 這邊的話我們血量直接應該突破天際了 變成我們2676 其實還算是蠻多的喔 所以大家這裡就把我們一些就是加幹勁衣服 給一些就是你不常出現的貓咪給給他穿 因為基本上我覺得去偷寶箱的話 還是要派一些就是比較速度快一點的貓咪去打 會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會多出兩隻啦 因為我們是有三隻被逮捕的機會嘛 那其他兩隻的話 你就可以讓他穿一下 我們一些幹勁衣服 來去打一下關卡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好 那我們今天真的是狗屎運 直接抽到我們這個大海賊衣服喔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來玩一下我們的關塔 好 第一關是我們的小橘子城囉 齁 直接從極速領域過來是不是 了解 呵呵 欸 還蠻好運的欸 最近是什麼了 感覺最近極速領域跟這個 貓咪大泥棒都還蠻好運的喔 真的是好運滿點的 直接抽到 太開心了 而且又是一個木箱欸 所以你知道現在害我覺得 我都沒有說很想要拿到我們超級寶箱 因為感覺沒有什麼特別的那個感覺喔 哇 這邊直接被捅了欸 哇 這邊沒有寶箱欸 有一個 然後直接開到了 哇 幸運 欸 今天滿滿的運氣欸 今天太開心了吧 水喔 然後我們直接往上走再往左走就可以了 哇 今天滿滿的運氣流 太開心了吧 直接開到了我們的海賊衣服 又直接偷到我們第一個寶箱喔 而且是 直接好不好 第一個開就開到了 水 幸運 然後就直接再種一個超級寶箱的話 就會更好一點有沒有 做夢吧 呵呵 沒問題 雖然我們今天被偷了一點點 但是 今天整體的收穫來說的話 也算是很不錯的喔 然後看一下我們第二場 能不能取得我們好成績 這一場的話 來到的是不知道層 沒問題 那大家這邊的話 貓神都是擺那個位置喔 我們就來看一下能不能就是去貓神 在那邊拿更多的寶珠 出起來說寶珠還是非常重要的阿 所以就是盡量先拿 這是我們硬幣證 硬幣之後再來是我們的寶庫 寶庫旁邊的話 這邊感覺應該是放罐頭吧 小人喔 哇 被打一下沒關係啦 然後 這邊的話感覺應該就 不太可能是這個欸 不太可能是這個寶箱 我們就去看一下別的地方吧 這也是一個寶箱 然後罐頭 看一下狗仔在哪邊 右邊 左邊的話我們就往右邊走 這附近應該也會有一個寶箱喔 我覺得 紅綠燈 狗仔 這邊的話兩個放在一起喔 那我開始覺得可能 有可能是上面的 哇 這邊不行 欸他根本就在幫我拿貓神阿 哈哈 這完全不讓我拿貓神欸 欸 這孩子 真是小器欸 這邊一個罐頭 好啦 差不多看完了 還差一個寶箱的位置 大家選考到哪一個了嗎 哇 哇 可是我們現在快沒幹進欸 這個吧 不是 那我覺得應該是左下那個喔 左下這個吧 應該是 比較有可能 我不覺得他會放在那個上面 我不覺得 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 這個了啦 喔 居然 猜錯了好不好 這邊的話就 尷尬一波了 居然是在那邊喔 那這場會輸掉喔 哇 不相信自己欸 我真的不太相信 覺得他不會放在上面阿 結果他居然是放在上面 這真的是有點小尷尬 我以為 我以為不會的 結果他居然是放在那邊 那看來他應該是以為 我們會從下面來啦 所以是 放一個比較偏下 但是我們一開始是走上面喔 所以這邊的話會比較 尷尬一點點 哇 原本想說可以偷到了 結果又直接被打死 但是醫生王軍城喔 這樣的話這個應該是 鼓吹我們一開始拿貓神寶玉的 謝謝你 真是一個好人 因為當然的話 就可以直接拿三顆啦 是一個不錯的好人 會讓我們拿那個貓神寶玉的 然後再看一下 哪裡有我們的寶箱 我覺得先去那個狗仔那邊看一下 會比較好一點點 直接往下跳 水桶一個 有沒有狗仔過來 沒有 那我們就等他下來的時候 哇 已經太快了 我這邊其實沒有按往下欸 這手機真的有時候會卡當卡當的喔 所以會比較尷尬 罐頭陣是不是 水桶 罐頭 喔好痛喔 這應該就是罐頭大陣沒有錯了啦 喔不是欸 是大錘正在這 哎呀完了 輸掉了 這場 這場自己自亂正屌 那我覺得應該是那個 正中間下面那邊會有一個寶箱喔 感覺應該是這樣的 沒有問題欸 這邊真的是一開始損太多血了 欸 現在目前來說罐頭真的都超痛的欸 而且水桶也是超痛 因為一下都1212 我這邊原本是要等他的啦 結果他就直接給我往下走了 那看來應該是正下方會有一個寶箱的感覺喔 哇看來今天也沒有偷的很順利耶 對你看 其實在我們正下方 直接輸了一波 這邊而且下面是一個那個啦 大錘陣型的話 大錘再加上我們那個罐頭陣沒有灰灰的話 真的是比較難搞一點點 因為那邊被打到一下之後呢 就其實會非常痛喔 然後狗仔還會過來 好 那這邊感覺應該是陷阱偏下來的部分喔 我們就看一下能不能再繼續去拿一下我們貓神寶珠 不起來說我覺得會輸的比較大的原因 都是因為我們太在意貓神寶珠啦 但是 目前沒有辦法喔 是非常時期喔 因為你要練戰後就必須要我們貓神寶珠喔 哇 又是直接來一個罐頭陣耶 真的是很麻煩 蜘蛛王 蜘蛛王的話我覺得 看一下狗仔的位置 下面有一隻狗仔 然後 我們就直接往這邊走好了 又是罐頭 哇 超痛 直接開 錯的 那 帶對稱位置應該還會有一個喔 所以這邊這個應該也是 我們的那個寶箱褲 罐頭 罐頭兩個 哇 痛死 狗仔在左邊 這邊有一個寶箱 水 好 這樣就拿到了 但是上去的話應該還是會有一罐頭 會比較尷尬一點點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努力往上走再往右了 只能這樣搞了 蜘蛛 蜘蛛的話就還好啦 只要不要損太多血就沒什麼大事 罐頭一個 直接跳 往右走 這邊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萬能掉 把我們解除那個就是 緩慢的效果 好 直接解除 然後直接吃 直接往右邊走 這場就還好啦 就是 還比較好運一點點 我覺得前面幾場的話這個真的太痛了 3 還有瞬間拿到2個 嗚呦嗚 欸 今天是怎樣 今天是怎樣啦 哇靠 欸 今天真的是 出事了是不是 完了 我最近是不是因為 我身體不好 所以體虛特別容易拿到好東西 我真的覺得 太尷尬了吧 而且拖到我們哲平君粉絲城了欸 居然又拿到一個超級稀有寶箱 太爽了吧 太爽鳥喔 那如果現在超級稀有寶箱 看到我們那個勇者的衣服的話 哇 直接爽歪歪欸 真的是爽 好 這邊先來拿一下我們三個寶玉 那這邊已經看到第一個那個寶箱褲了 但是我覺得那應該是假的 這兩個應該都是假的好不好 我覺得啦 合理懷疑有沒有 然後 真正應該是正中央下面這樣 這個 看果然好不好 這是 哲平 哲平粉絲的水準啦 還行啦 好啦 你乖啦 應該可以啦 謝謝你有沒有 我知道你是為了要讓我偷 是不是 有有有 我順利偷到了 而且 還沒有遇到狗仔 謝謝你 好不好 謝謝寶貝 這旁邊也沒有狗仔 好好好 直接順利通過 好 直接 nice 謝謝大家 下一個超級稀有寶箱 我今天真的就 就要去 拜拜一下了 有點恐怖啊 真的是有點恐怖喔 沒問題 這邊呢 連續贏了兩場之後呢 我們這邊的話成績又回到我們 2067 那來看一下我們今天 是不是能夠拿一下 我們最後一場 看一下我們這場 能不能拿到我們的好成績喔 太空城 好 這一次的話 感覺應該就沒有這麼順利囉 然後我們就直接往這邊走 哇 直接吃吃吃吃 尷尬一波 吃吃146也是很痛 然後 先慢慢走 先不要走 往前走 因為會有狗仔 果然是有喔 海豹 那個還真的是不知道要怎麼閃的 那個海豹 真的是有點尷尬 然後這邊又是一隻狗仔 尖刺 那狗仔旁邊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有一些東西 就先過去看看喔 沒有東西 看一下狗仔的方位 這邊都是狗仔喔 所以 這邊左邊那個應該是有東西的 這邊應該是寶庫 居然不是寶庫 是水桶 好 哇 這防走陣線生眼喔 上面應該有東西 這個吧 果然好不好 直接 秒到 直接結束這回合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然後往左走往左手 應該就可以結束了 還行 雖然會被捅一下喔 所以這一局的話 還算是 有在判斷了 有點好運 所以就是直接順利的通過了 再來一個超級稀有寶箱吧 有沒有可能 來吧 做夢吧你哲平 沒有啦 當然沒有啦 怎麼可能這麼好運 今天真的是 有點好運到爆炸喔 你看 這邊偷到一個超級稀有的衣服寶箱 然後 又拿到了我們這次的海盜服 今天真的是因為 哲平可能身體不舒服吧 所以 就順利得到一些好運好不好 好那我們今天的話 基本上是還蠻好運的啦 開到了我們這個 偷到這個我們超級稀有的寶箱 還開到了我們一個那個 海盜服喔 感覺應該是因為最近開始在身體不舒服 所以直接 直接好運一大波 真的是 雙倍好運的耶 是不是身體不舒服的時候都容易出好運啦 但是 還是希望大家不要身體不舒服 要記得保暖一下 就是多穿幾件衣服 因為最近天氣這邊的話 真的算很大了 大家要小心一點點啦 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就是這邊今天特別特別好運的話 可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囉 每天早上是視頻中午12點跟晚上 電燈跟晚上7點跟晚上9點 影片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啦 那就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